戴希學學樂 生活就是要快樂 戴希便利貼單元今天來到愛世森眼鏡公司 我們炫哥家裡的眼鏡公司 做這個便利貼的貼心提醒 今天要跟各位朋友介紹的是 2021年的心智上路貼心提醒 總共有10點喔 是 第一點就是基本工資 從月薪23,800要提升成24,000 那時薪會從158元要提高到160元 那第二點是什麼呢 第二點就是減稅的部分 每一年5月我們報稅的時候 有一個基本生活費的扣底額 這個扣底額可以從17.5萬元提升成18.2萬元 也就是這中間我們提升了7,000塊錢的節稅金額喔 第三點是老保普通事故保險費 還有國民年金的保險費 兩項平均都漲了0.5% 也就是老保與國民年金保險的費率呢 都漲 狂漲 像股市一樣一直漲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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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點就是呢 育兒津貼的部分 每個小朋友提高到5000塊錢 那各位朋友必須要向您戶籍的所在地 在地的縣市政府來做申請 同時呢幼兒園的部分呢 也有減免囉 一胎減免1000 第三胎呢 就不用繳錢囉 趕快 增產報國 增的越多 賺的越多 是 第五點 今年開始 為上市貴的證交所得 要課稅囉 最多要課20% 真難賺 所以 以上五點 就是2021年跟各位觀眾們 荷包息息相關的幾項大事 您一定要轉貼給你的親朋好友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後面的五項是跟大家 生活日常息息相關的事情 有哪些制度2021年不一樣了呢 第六項 汽機車的太舊換新最新優惠 只要贏的車子 車領超過六年 換新車的時候可以跟政府 要求補助五萬塊錢的 這個優惠補助 機車只要是四年以上 換新車就可以補助四千元喔 這麼大的紅包 如果你要換新車 真的要好好的趕快行動 第七點 就是我們常常會喝到的 手搖杯飲料 業者呢強制規定一定要標示 總糖量以及熱量 即使是裡面的配料 像是珍珠椰果布丁 也都要標示清楚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都認熟一杯 一天一杯兩杯都非常渴 是啊 這個熱量非常嚇人的 是 第八項是跟我們平常生活息息相關的 一件大事 就是呢2021年開始 醬油 燒烤 水產品 容易致癌物的燒烤添加物呢 將從嚴規範 第八點是什麼 我怎麼聽不懂 你在講什麼 就是平常我們中秋節會考慮對不對 考慮一定會考慮這樣 一直不斷的刷在食物上面 它會很容易產生致癌物 而且同時會產生空物 那致癌物的裡面 有很多化學的添加物 打個比方化學相關的 一個叫做三丹綠餅二醇 你可能不知道 原來的規範是 可能是0.4ppm 可能政府現在規定 就會下降到0.3ppm 為我們人的身體健康打光 我們嗎 戴希好專業喔 我嚇到吃熟熟了 第九點呢就是新聞上 一直可以看到的 來自美國的萊豬 萊克多巴胺 萊克多巴胺 反正呢新聞也講得很清楚 一定呢要標示 這個肉品的來源 對 那而且呢 在這個食品安全管理法裡面 規定 如果呢 有很多餐廳呢 為依標準規範這個 標示的話呢 會賞更高的罰金喔 第十點就是 大家都不能出國啦 不過呢 今年開始呢 正式發行 台灣大字樣的晶片版護照喔 如果你要換新的護照 從1月11號開始呢 我們可以換新的 台灣字樣大的晶片版護照 一樣維持規費 大人1300 小孩900塊錢 戴希學學樂 生活就是要快樂 2021年 十大新智上路 戴希貼心提醒您 我們下集見 大陸